人 心善 念头善 行为当然善 华严经里面 华严是非常好的一部完整的教科书 可以说他完整 其他的经文那不是完整的 这个里面有理论 有圆满的理论 有方法 有周详的方法 还带表演 所以他圆满了 经文末后 善才同子五十三餐 是做出来给我们看 五十三位善之师 代表社会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 其中有贵为天子 也有贫穷的乞丐 把社会各个阶层都包括了 全是不少 他们都通达大方法 他们的生活全是佛华严 换一句话说 就是把佛在经典上讲的理论与方法落实在生活当中了 做出来给我们看了 也正是世尊在一切经典当中 千叮铃 万叮铃 劝导我们 受持读诵 为人一言书 五十三三是为人一言书 我们要能够体会他的深意 所以只要心上 念头上 行为没有一样不少 我们要细心去读诵 细心去观察 去探讨 你才能得到经教真实的礼仪 真实的受用 绝不能粗心大意 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 叫受持 这是绝大的错 念的时候 有口无心 一面念经 一面还在当往下 那个什么用处 佛法的修学 我教促学的人 先把经念书 这是佛法教学的三强 读经 是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这是修根本制 你读诵的时候 依照经文的篇章 断落顺序 一字没有念错 一个字没有念颠倒 这是持戒 对 对 对